出来了 出来了一块躺着 就那块 倒那坑 南北一下躺着 脸扣在炒瓶上了 脸上不下 还是躺在这个公路上了 对对对 躺在公路上了 出点血不多 就是磕破的地方 嘴里有血不多 唐师傅这么一分析 那个撞击的声音 很可能是刘大爷被撞倒后发出的 不过肇事的另一方没影了 唐师傅赶忙联系刘家人 并报了警 人在离电动车 大约有15米左右 在前面躺着 人受伤了 然后当时是地上有一滩雪 去任何的痕迹没有 林警继续查找线索的同时 刘大爷已经被送上了120级救车 都是我媳妇 倒在这儿就说知道疼 疼 上完车上 上了救货车以后就不知道了 就啥也不知道了 当时最钻着我爸的手法 我说你爸呀 我说你说句话哪儿疼 一句话说出来 没说七十多岁人来找这个罪 但是我认识自己是 做来 你在那儿 感谢观看